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已经有超过1.3万人参与了活动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哪几位的古装扮相最吸引大家吧 郑佳伦排名令人惊喜 郑佳伦此次上榜也是在一楼之中 她曾在出演古装剧情之下时 就被大家称为是穿古装最好看的男演员 这个称奥可以说是对她古装扮相最大的肯定 虽然当时这部剧中是着五毛钱特效 剧情瑕疵也有很多批评声 但任佳伦和谭松韵依旧凭借实力撑起了这部剧 尤其是作为男主的任佳伦 一任前面一演半年的古装美男 换看她就够了 今日由任佳伦和迪日热巴主演的古装剧《一脚记》迎来杀青 这部剧自开拍以来就备受关注 因为热巴和任佳伦是首次合作 并且两个人还都是娱乐圈内的顶级流量明星 强强联手充满看点 在杀青现场 热巴身穿橘黄色服装 手拿鲜花 造型虽然很简单 但是依旧难演热巴的高颜值 甄家伦虽然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个娇人 但是扮相依旧是正常人 狼仔女貌 二人站在一起 CP感十足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部剧的到来吧 上榜古装美男还有王一博 虽然王一博的古装扮相还不错 但是很明显 她捎带婴儿肥的长相更适合舞台 但每个人的审美不同 可能很多人还是更爱王一博的颜值 只是古装扮相稍微差一点 但这并不影响她的人气 其次是朱一龙 她的长相是属于比较俊秀的类型 还带有一点斯文的气质 其实是比较适合正装这副 不过她在知否当中扮演齐家二公子齐恒 在特地增重时精体重的亲力之下 古装扮相还是惊艳到了大家 齐家二公子之处打理 申请缓缓 温柔多情简直就是古装剧当中 少见的完美公子形象 这个角色找到朱一龙来眼 的确是明智的选择 看清榜首又是她 大家给我看到榜首的名字 是不是也在想怎么又是她 对没错又是肖战 如今肖战无论是在 最受欢迎男演员排行榜 或者是权力榜都稳居前三的位置 这个名气也意味着肖战 在大家心中的地位和热度 她和王一博合作出演的陈金丽 吸引大家除了精湛的演技 还有两位的古装扮相 精致的五官高挑的身材 分分钟将气质拉满 再加上元气满满的笑容 这样的肖战想不活都难 肖战曾经再三强调过 自己只是一个很好看 很普通的正常人而已 但这样的颜值 真的很难不让人为之心动啊 肖战和任明合作主演的古装剧 玉古瑶也正在紧张拍摄当中 最近也有不少关于这部剧的路透 虽然大多都有些模糊 但是依旧能够看到 一味风度翩翩的白衣绿郎 有一说一啊 如今的玉古瑶 很容易让大家想起 昔日的花仙谷 一样的试图虐恋 不知道肖战和任明 会带给大家怎样的表现呢 据悉啊 这部剧肖战的戏服 多达六十多套 这回啊 粉丝们肯定是要大饱厌服了 既然这几位能够入选古装四美 就足以证明实力和颜值了